激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七十周年纪念大会 现在开始 2015年9月3日上午 北京天安门广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继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七十周年纪念仪式 这是1945年抗战结束以来 中国举办过的最为隆重的庆典 这场全民族共同参与的 伟大卫国战争 给每个地区 每个民族 每个社区 每个家庭 都留下了 不能遗忘的历史记忆 长一九国十一人 有九国为什么不能觉得 逃避重用 参加求生根 打仗了 我的伤心怕伤心 马上我说 但就三个手都专心了 我们八十一国人 还有 就十一国回来 就在战壕里面看他们 哎呀 日本 都狂了 投赢了 日本都想 如今 这场战争早已过去 硝烟散尽 但关于这场战争的记忆 依旧鲜明 这场战争带来的痛苦和光荣 恍如昨日 这是一段所有中国人 都会世世代代铭记的历史 这也是一段 广西各族人民 都会世世代代铭记的历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国西南边陲省份广西 桂林自古以来 就是最有魅力的都市之一 因喀斯特地貌形成的群峰 和清澈见底的黎江 相应城去 不知倾倒过多少文人莫刻 这座中西河壁的经典民国建筑 建立在明代静江王府的遗跡上 1936年 广西省会从南宁迁回桂林 这里变成了广西省政府大礼堂 1937年7月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日军炮风北平郊外的晚平城 迈出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步 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 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国危急 7月8日 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 与华北的危险 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 才是我们的抽怒 7月12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五天后 在严峻的气氛中 广西军政首脑李宗仁 白崇喜 黄旭初等 和广西社会各界代表五千余人 在这里举行广西国民革命军 北伐逝世纪念大会 因出席人数太多 人们将座椅撤去 全体肃力 在会上 李宗仁发表激情奔放的演说 发誓要将北伐时代的革命精神 运用于已经建在弦上的对日战争 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 一直是广西人引以为豪的历史 由广西子弟编程的国民革命军 第七军在军长李宗仁的统帅下 在北伐中战功娇人 他们和广东的第四军合作 率先进入湖南 占领武汉 为击败北洋军阀立下赫赫战功 第四军享有铁军的美誉 第七军官兵也战功不俗 他们从中越边界的镇南关 一直打到东北的门户山海关 被称为钢军 北伐是他们在全国出民 而且他们还超越了太平军的前辈 这太平军的北伐军的前锋 只打到了天津附近 就全军覆没了 但是后来白冲喜带着北伐军 一直打到了山海关 推翻北洋军阀政府之后 北伐军四大集团军总司令 蒋介石 冯玉祥 严西山 李宗仁 一起到北京西山祭奠孙中山 但过了不到一年 四大集团军便相互为敌 从此内战不断 李宗仁 白崇喜等 受到蒋介石的打击 只能率部退回广西 就在这座礼堂里 上个世纪初 孙中山曾向广西民众发表过 三民主义是建设新国家之 完全办法等演说 李宗仁 白崇喜 黄旭初等 广西青年军官都受他思想的影响 1932年开始 李白黄三人为首的新贵系 憋足了劲 继续和蒋介石抗争 他们对内致力于广西内部的变革 对外联络广东 以抗日救国相号召 猛烈批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 从1931年以后 梁广广东跟广西这边 它跟中央之间的关系 跟南京中央的关系 其实是处于一个若即若离的 那么甚至我们讲 它是一种半独立的状态 因为它一直有一个西南政委员会 在那个地方 那么对于中央的号令 基本上它是不太接受的 1936年6月1日 对南京政府 壤外必先安内政策不满的 广东与广西 联合提出抗日返奖 准备取到湖南北上 蒋介石调兵组结 双方几乎兵戎相见 史称六一事变或两广事变 6月8日 远在南北的中共领袖毛泽东 对红色中华社记者 发表了对六一事变的简化 希望西南领袖 能彻底执行抗日救国的纲领 将梁广打造成抗日救国根据地 两广士兵期间的话 中共中央派来的 那个袁广营到达南京 给李中央派东西接触 他绝对传达了中共 向他们表达中共的抗议民族同盟战性 同时归系也表示赞同关系的 赞同中共中央的抗议民族同盟战性 也表示了今后的 希望双方加强获得抗日 在这个基础之三年 这个多次协谈 进入1936年 南京政府已难以像以往那样 全面压制抗日运动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吸引和鼓舞着各界爱国人士 停止内战 团结抗日的呼声响彻中国 蒋介石用金钱瓦解了广东的反抗 但广西并不屈服 李宗人等的态度很鲜明 蒋介石必须同意抗日 双方才可以和解 但考虑到中央政府的处境 具体的抗日计划可以保密 对倔强的广西 蒋介石放弃了动武的念头 双方决定霸兵言和 9月17日 李宗人乘飞机至广州 与蒋介石会面 两个老对手稍作寒暄 便匆匆化别 但自此 双方言归于好 一场大内战消弭于无形 蒋介石化解两广运动 对他的威胁后 将注意力转移到围剿陕北的红军 9月22日 毛泽东致函李宗人等 表示 贵我双方定立抗日救国协定 实属绝对必要 强调 中华民族之不亡 日本帝国主义之 虚逐出中国 将与贵我双方之协定 开启端倚 蒋介石还想督促东北军 西北军搅供 为逼蒋放弃搅供政策 实行联共抗日的新方针 1936年12月12日 张学良 杨虎成 实行兵舰扣留了蒋介石 发动了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迅速派遣周恩来 赶到西安斡旋 化解了内战的危机 蒋介石的一桌一放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使得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 戛然而止 中国全面抗战的最基础的条件 已经具备 1937年5月 毛泽东会见前来延安的 广西代表刘仲宏 表示双方要共同督促蒋介石 履行西安事变的诺言 实行对日抗战 6月 他又派红军将领张云义 前往广西 张云义曾在广西参加北伐 国共分手后 他担任过红七军的军长 张云义和李宗人 在桂林的见面算是北伐战友的叙旧 也是在战场上交过手的 国共两个第七军军长 愿意和解的信号 他们交谈的主题是如何合作抗日 我父亲到时候跟他把中央的这个讲了之后 实际上是希望他们要这个连奖抗战 改变了他们这个态度 就是说我还是同意你们这个共产党提出这个连奖抗日呢 是对的 所以他去了南京 所以在这个我觉得呢 在这个联合抗战不仅是作为 就这个协议吧 不仅是作为这个洪桂川这么一个共同抗日 而且实际上呢 也促成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个统一 1937年6月下旬 张云义代表共产党和广西及四川三方 达成了洪桂川联合抗日刚明草案 主要内容包括抗日收复失地 召开国防会议 树立抗日旗帜 抗日力量彼此兼之互助 最后特别强调 洪军 广西和四川三方进行合作 以推动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 卢沟桥位于北京西南的永定河上 夏日酷烈 卢沟小月的景色却显得分外静谧安详 7月7日晚 日本侵略者用枪炮打破了风景 卢沟桥事变爆发 全世界都在紧张地观察这场由日本侵略者调集的武装冲突 将会往什么方向演变 桂林距离卢沟桥有两千多公里之遥 但广西人的危机意识和愤怒的情绪 和各省同胞一样的强烈 1937年7月12日 广西日报首席记者采访主任哈雍凡 现场速记下了李宗仁讲话全文 连同采写的大会新闻报道 连续发表在第二天第三天广西日报的显要位置 当时才23岁的哈雍凡 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 深入抗战前线 跟踪报道广西军队为国而战的英勇事迹 在7月12日在广西省政府大理堂 举办拜法四十大会 有军民有各界民众 还有各团体的代表 大概有五千多人参加 因为当时一些要员在大会上的演讲 一般没有稿子就这么演讲 他需要有人做专人来做书记或者整理 整理他这种文字来发表 7月14日在广西日报就发表了李宗仁这个演讲 题目叫做恢复我们的黄金时代 李宗仁的演说被中外舆论看作是广西的抗战宣言 继中国共产党7月8日呼吁举国抗日的通电之后 广西方面再敦促全国各界 特别是国民政府下定全面抗战的明星 请不要作为 华北局势持续恶化 7月11日 日本内阁宣布增兵华北 7月15日至17日 日本参谋本部做出刑事判断 制定了对华作战要领 接着满载着日本兵的火车 越过山海关 源源不断地往到平津一带步伐 7月15日 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递交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这个宣言再次显示了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 促成国共两党正式合作抗日的诚意 同一天 李宗仁在桂林发出 至蒋委员长山殿 殿门指出 若再不下全国抗战之决心 而上途绝无希望之和平 前途危险不可言喻 这是当时各省中第一个以军政首脑名义 发出的抗日通电 华北危在旦夕 国民政府如何应对 各方的目光注视着避暑圣地庐山 此时国民党军政要人 与社会精英正聚集山上 准备参加庐山谈话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推动下 中国国民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 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7月17日 蒋介石发表题为 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的谈话 表示中国已经面临最后关头 再没有妥协的机会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 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如果战端一开 那就是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 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毛泽东评价蒋介石庐山谈话 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 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第一次正确的宣言 李宗仁白重启也赞赏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 7月底 日军占领北平天津 日本御用武力彻底征服全中国的行径已经毫不掩饰 中国已退无可退 1937年8月2日 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重启 邀请他们到南京共商抗日打击 这已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的第三次邀请 对蒋介石的第三次邀请 广西内部依旧警惕 李继深 胡汉民等国民党要人 曾在南京被蒋介石扣押的故事成为前车之剑 后来白重启回忆这段往事时仍感慨不已 我与李德林先生 李品仙 夏威 廖磊 黄旭初等人商量 众人皆反对我入京 唯恐中央对我不力 他自己这次却不再犹豫 决意进京 1937年8月4日上午10点半 白重启从桂林启程 李宗仁率三万余人到机场送行 这是极高的领域 广西军民欲与日军决议死战 此时的白重启便是他们意愿的代表 暴风雨中白重启一行飞达武汉 在换乘南京派来的水陆两用飞机 于下午四点半抵达南京 何英卿 陈诚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界要人 早已在南京下官引后 南京各界人士为广西方面放弃前嫌 共赴国难而兴奋不已 白重启到南京 这个基本上就破解了过去 就是广西跟中央之间的这种隔阂 所以白重启到南京这件事情 包括不仅是说当时是所有的 国内外的媒体焦点之所记 当时报纸上面都用很大的篇幅 在报道这件事情 而光华蒋先自己本身 他自己在日记上都记了这个事情 对于白重启能够到南京这件事情 他也感到非常的欣慰 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就表现 大家支持中央 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指标性的一个人物 蒋介石当晚就与白重启见面 共进晚餐 双方交谈很深入 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白剑生道经团结可喜 八月七日晚八时 南京立志社灯火通明 决定和与战大计的国防联席会议 再次召开 白重启 阎西山 刘湘 和建等地方实力派 重要将领出席 此时受到邀请的朱德 周恩来等红军将领 和云南省主席龙云等 因交通不便还在途中 这个至关重要的会议 开了三个多小时 四川省主席刘湘在会上表示 四川人民愿在政府领导下 做不顾一切的为民族求生存战 以两年为期 四川可筹出兵源五百万 十一点左右 夜已深沉 与会者对日抗战的情绪不断高涨 最后会要求所有与会者对核战大计表态 如决定抗战 且各自起立 以资决定 并视决心 结果所有与会者不约而同 全体起立 决定全面对日抗战 这次会议属于当时的最高机密 中国新闻界并无任何报道 但日本报纸 却在第二天就报道了这次会议 题目是空前的国防扩大会议 白崇喜出任抗日军总司令 查看这次会议记录的原始档案 可以发现白崇喜会议上很沉默 不仅如此 此后一段时间 他都很低调 白崇喜到了南京 当天就和蒋介石进行了会面 所以两者进行了一个 推心自伏的一个谈话 所以很快就发表他做 军事委员会的副总参谋长 所以他这个角色 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换 本来他们是两个 党内的一个竞争对手 但现在成了一个 最紧密的一个合作伙伴 所以这个角色的转换 造成白崇喜 他现在要谨言慎行 所以他在整个会议上 包括后来一段时间里边 都显得沉默寡言 白崇喜住在张学良名下的公馆里 他不仅和何英钦 刘湘等国民党将领 频频交往 也和共产党领导人 周恩来等见面 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 就曾专门提及此事 8月13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813试验 西部贵战爆发 8月14日 中国政府发表 自卫抗战声明书 谴责日本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 表示 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 欲有侵略 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 8月15日 日本上海派遣军成立 松井十根大将为司令官 日军在华北沿京浦平汉平随三条铁路进攻 在上海调解战功 南北战场同时发起全面攻势 中国处在万分危急之中 李宗仁留在广西 忙于广西的各项抗战准备工作 其中军队的动员最为急迫 那时广西只有常备军14个团 2万多人 离计划征召的10万人的目标距离遥远 但广西民众救国心切 踊跃参军 由于报名的人太多 政府只能以抽签的方式决定取舍 这种场面在其他省份 当时是难以见到的 当时广西前省1300万人的话 我们李宗仁当时说 我要拥护这个国家抗战 我们广西出兵 可以出兵到 必要的时候可以出兵到 300万到400万 这个是有底数的 因为当时从1931年开始 到1937年的话 我们训练的团兵就达到了300万 所以当时为什么说 但是最终的话 我们广西出兵的话 是达到100万以上 正兵正兵正兵 正兵直到不省心 我说好难不当兵 当兵才是好过敏 我们是一位沙头江青 大家快办一无尽 报仇全是救国救命 此时正好现实心 同胞们快梦醒 国土沦框家增兴 同胞们莫连家庭 快快奔勇来从军 随着大众向前进 我能力前永远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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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现代化的 这现代化其实包括两个 一个就是武器 一个就是概念 也就是信念 短短两个月内 广西军队从14个团 扩充至40个团 编成第7、第31、第48、第84 共4个军 不仅4个军改编为3个集团军 即第11、第16、第21集团军 统一交国民政府指挥 广西征兵如此顺利 成为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现象 它的基础就是广西民团制度的多年运行 当时广西的成年人都组织进民团 所谓民团其实是由省政府自上而下 直接组织指挥和指导的民间武装力量 广西的征兵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国内外的考察者分至踏来 东北来的西北来的不绝 经常到光细来的餐馆 到光细倒地板的一号 你就到光细来一看 光细有很多有很多的绝交 因为它全身都是病 十八十以上的年轻人都到过台了 所以都是捕食它这 但是它是好比待 什么好比待 好比待 所以它是组织大学过台成病一样 所以你看见很羡慕 也很坚持 看见光细园这样子就知道 真是很坚持 白身做不到的 所以广西那个精神力量很了不得 它把它鼓动起来了 而我们就是穷我们就是苦 但是我们就是穷干苦怪实干 它的口号就是这个 另外它也有上下一样 当官的也是吃苦 也得做事 这样它老百姓看当官的也这样 我们也大家都吃苦吧 贵林城著名的风景龙尹炎 1937年7月21日这一天 贵林一个普通的大家庭 拍下了他们的纪念照 男孩中排行第25的唐仁光 至今记得那个情景 我都记得过那个跳石的时候 我这才掉到水里面去 掉到水里面他们把我揪起来 就是记得这一点 照片里还有一位身穿军装的青年 他叫唐信光 当时的年龄是19岁 照片里的人表情安详 丝毫没有战争将临的恐惧 而几周之后 唐信光所在的广西空军 将编入中国空军序列 投入极为惨烈的抗日空战 全国抗战开始后 广西除了将军队全部交给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度 而且将广西的兵工厂和空军 悉数交给国民政府 对此 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出评论说 真够奇妙 广西与中央积累了多年的隔阂和猜疑 双方都无需何等的疏通和解释 而忽然消逝的无影无踪 开心建成 互相信任起来 在中央敢放心以军国重任相伪 在地方则军队任由调前指挥 信生于功 这是全国抗战初期最难得的现象 当华北和华中的战事进入白热化的时候 1937年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9月23日 蒋介石发表谈话 指出团结欲武的必要 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行程 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从8月中下旬开始 从西北到西南 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和贵军 川军 湘军 粤军等一批批军队 从远离战火的后方开拔 向战火燃烧的华北 华东前线进发 准备与日军进行殊死的战斗 1931年918事变时 未曾见到这样雄壮出师的场景 1894年甲午战争时 更未曾见过各地军队共赴国难的伟大一幕 以前看似一盘散沙的中国 突然间变成了怒吼的雄狮 世界舆论为之惊讶 为之兴奋 大人出床 敌人叹见主要望 军队和民团本地都与同一样 大人一切作势力 平家旺 一突破生分二十八 皇室自立罪当家 天生会大价 勾勾的喜爱马兵荡 抛起家都会散开他 雄壮人出床 敌人看才就要望 军队和民团肯定都是同一样 大仗一切作势力 平家旺 大仗一切作势力 平家旺 9月9日开始 广西第四十八军官兵 作为先头部队从南宁柳州出发 从西江东出广东 然后乘火车北上武汉 9月下旬 第七军从桂林出发 步行到衡阳后转火车北上 10月上旬 第三十一军装备完毕 适时出发 从桂林开赴前线 所以广西边的区隔的第一个站都是到衡阳 到湖南衡阳 衡阳的时候差不多大部分的什么柳瘦局 什么后方的什么都广西都写在衡阳 我父亲跟我讲了一段他亲身非常感动的事情 当沿途经过广西湖南每停一站 老百姓围着车子不给走 车下的老百姓车上的军人哭成一团 为什么 老百姓递水递茶递饭团 手不停水果递上来 车上的军人接不完不要再递了 你们保家卫国 快点吃饱一点 军人说我们不用吃 我们用命去打日本 我爸爸 大家都忍不住 军民一起掉眼泪 然后广西部队就这样开车去中原来参加抗战 1937年10月 华北日军沿着金浦铁路南下山东 济南徐州行驶危急 国民政府紧急电照李宗人到东部前线 前往徐州出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0月12日李宗人抵达南京 在松湖战场上 日本投入总兵力约三十万人 动用军舰三十余艘 飞机五百余架 坦克三百余辆 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中央军和驻广东 广西湖南四川贵州等地的部队 共七十余万人 10月中旬 由广西第四十八军和第七军组成的 第二十一集团军紧急开往上海增援 血战的时候终于到来 广西将士要在江场上显露自己的忠言 为乡土的荣誉 为祖国的独立和民族尊严而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